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看 我只用他照片了 我不会跟大家放他的视频了 大概在8号的下午 美国东部时间大概8号下午到晚上 推特上出来 最早发这个视频的呢 那是个新的推特账号 新的 后来他发过不久呢 据说涨了一些 涨的不是很多 涨了一些 涨了后来大概过万了 然后他最新的推特推文就说 说原来呢 刚刚注册的时候没人搭理我 然后把江贼的视频放上去了 然后就有人注册了 然后说他反正他倒不好办 他那推特账号不好办 就说那么一段故事 我当时看大概有四段 他基本上是家庭的 我现在用的这个呢 我现在用的这段呢 这被人改编过了 那他最早出来那四段就是 那是当时在家里拍的 在江泽民家里拍的 所以在江泽民家里拍的 甭管是他自己的 他儿子他孙子还是他什么东西 甭管是什么东西 拍的是他家里拍的 那拍的镜头的位置相当近 相当近 不是一个 也就说他不是一个简单的 他应该是他家里的 你要说他保姆拍的不好说 但是你要说他家里人拍的 我个人觉得蛮确定的 就是他孙子 他孙女 或者他儿子拍的 这是有可能 所以他拍的是不同的部分 那我没有看 我知道有这东西 我个人不看他的东西 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 很奇怪的 大概在 大概有四段视频 后来我们现在看到就出现这段视频 那我个人一开始没太当回事 然后呢 因为有朋友问嘛 我就去找了 结果发觉原来上传那段没了 我没有找到最原始的上传那段 结果出现另外一个账号 这个账号呢 这个账号我没办法跟他 这个账号是个老账号 但几乎是死账号 到了 他是到了2022年10月28号 2022年10月28号 才出现两三个七仙女的照片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七仙女了 反正那就不知道了 这七仙女呢 年轻的女孩子 穿着七仙女就是那个长裙的 原来那个 然后上头都是空着的 这全露的 有这么露的 有那么露的 反正就是露肉的 这是蛮奇怪的 就是 蛮奇怪的 就是 我也不知道 推特为什么可以允许他这么露的 所以大概有四张照片 因为我刚才找这个 我才发觉 七仙女在先 江泽民在后 也不知道谁见了谁了 这是我们 对不起 这是我们看到另外一组 所以为什么出现这个 为什么出现这个东西 所以我当时的警觉 给我简单的看的人不多 真正看的人不多 那在这组 这个视频当中 就这个账号当中 包括江泽民家里面 就是他在扬州 一些人们 他死了之后 人们给他献花什么 那些都有 所以这个账号是有备而来的 就跟那七仙女光着身子 是一起来的 人家是故意这么来的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故事 就是他本来死了 但他本来没了 那为什么又出现活的 然后我就查了一下 那查的结果 查的结果也蛮有趣的 一个是江泽民也把自己骨灰给嚷了 一个是江泽民把 这个是 我们看比较多的 这是最早出来的一段视频 在这段里面他就讲述了 这是刚才贴的 说11号明天 他要在吴松口把他骨灰撒了 那吴松口把他骨灰全撒了 是不是全撒了 不知道 但是呢 明天他要撒 叫一江春水向东流 然后呢 他的车牌是4677 46年入党 干了77年 他又不知道是死在蛇里了 是他跟蛇有关系 那他自己是属虎的 但江泽民 但中共是跟蛇是有关系的 反正他是77年 46年入党 为党贡献77年 这是一个蛮有趣蛮有趣的故事 也就是说 人们会非常迷信这些数字的 包括中共 他们知道这些东西 他们为什么迷信这些数字 这是定出来 其实这是定出来 那他在吴松口给他扔了 表明 江子就是长江 上海地区是他的 是他的地盘 生是他的地盘 死是他的地盘 而他效仿的是邓小平 当年邓小平 当年邓小平 就是把骨灰嚷嚷到大海了 我们当时跟大家说过 错骨扬灰呢 是邓小平知道 他早晚会被人家给清算 那邓小平自己也很清楚 说那8964这事儿完不了 所以与其被人家给错骨扬灰了 给掀出来 不如我自己掀给嚷了 真的是有这个成分 那江泽民没有看到江泽民任何的遗嘱 但是他对外公开呢 说是他到吴松口给扔了 把吴松口给扔了 把吴松口扔了 他把他自己给扔到吴松口了 就给冲了 那在他横述是跟水有关的 最后又回在水里面 但今年呢整个长江是大汗 对吧整个长江是大汗 所以他死在他完结在一个大汗之年 也就是完结在他一个完整的巡回 他98年上来的 2022年完蛋了 所以98年上来是指邓小平死了之后 陈希同下台之后 然后被他弄了之后 是这么一个前后的故事 24年 那他就变成了一个同样很惧怕自己被错骨扬灰 同样的 他留不留他的孙 他的儿孙被留不留他东西 不知道 但错骨扬灰以这样的方式 在习近平最终开追悼会的时候 然后提到了他是8964 放在他身上了 但是只字不提他迫害镇压法轮功 没有 只字没有提 所以这件事情一直是悬在其中的 因为那是一个全国的运动 就跟这个动态清零一样 那是一个全国的运动 而且死了死上了很多人 所以这么一个背景 在我们看到的这么一个大的背景之下 那江泽民自己知道 同样怕被错骨扬灰 那起码他 谁给他提到的说法 我们不清楚 但是呢 错骨扬灰 惧怕被错骨扬灰 这是真的 结果在今天出现另外一个合影 这是在 这是这个合影是 在邓小平在江泽民的葬礼上 他说是在江泽民的葬礼上 邓家 邓家 邓家的就是邓小平家里面的三个女儿 跟江泽民全家 跟江泽民全家子孙辈合影 子孙辈合影 这是一个网上出来的照片 所以这是一个邓家跟江家 在习近平的背景之下 再次联手的标准 说心里话 这是再次联手的标准 这张照片的组合是出现的 当然我看到的时候 是出现在江泽民的家庭生活的视频之后 那我们知道习近平呢 我早跟大家解释过 习近平曾经跟邓家有一张照片 他穿着西服的 然后标志着邓家的势力 全都被他给解掉 那邓家举家去参加江泽民的婚礼 而江泽民在邓小平的年代 1992年曾经 江泽民差点被拿下来 就是南巡讲话 习近平南巡 江泽民 对不起 邓小平南巡讲话 去请这个 请这个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 再次出山 给习仲勋道歉 到深圳 那习仲勋是在8964之后 离开北京被软 你说软禁也好 怎么样也好 反正是给弄到深圳去 所以他们家就一直是在深圳 包括习近平自己 也就是 是这么段故事 那这段故事呢 当初的邓家 邓小平 差点把江泽民给废了 所以按照这种仇恨的角度来讲 基本他不会出现这个场面 结果这个场面在今天出 这是今天的照片 在今天出现了 表明邓家跟习家 对外公布联手 来对抗今天的 邓家跟江家 都是子辈这一代 来抗衡习近平 这个故事是比较完整的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组招 这个视频 不是个亲属 这个视频是之前的 那它是从这个 它是从这个 新闻联播 应该是从新闻联播上摘下来 但是呢 在推特上在找的时候 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一段 那这一段它表现出来呢 习近平对这个江泽民的老婆 和江泽民的家人呢 非常的恭敬 应该讲非常的恭敬 从他的身体语言动作是这样 但是他在 那这一份的恭敬的背景呢 就衬托了我们看到 白纸革命本身背后的势力 我一直跟大家讲 白纸革命本身是 是有民间的这种氛围 真正的势力就是江家跟 江家背后的势力 利用这个东西 去对抗习近平 我愿意把它解读成这样 所以它你就会出现一个延续 那解释了这么多 这个圈在哪呢 就是当死了的 就是已经灭了的江泽民 在网络上复活了 出现了家庭的视频 那相当大的势力在向习近平对抗 在问习近平要条件 而习近平就目前来讲呢 他似乎在对付 在对付整个这个势力上 他没有把握 我没有看到他有什么太大的把握 所以他表现出来就是 我们现在看到的场面 那也就讲说中共内部的 就是反习势力跟习近平本身 是冲突相当 相当激烈的 而反习势力呢 认为自己的力量依然很砸 就依然很强 他并没有退下去 没有退下去 所以用了 用了这个 死的江泽民 在恐吓活着的习近平 代表中共内部的这种冲突 感谢朋友的支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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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